基泰大直建案出包 导致林宅嚴重塌陷 引發關注 而同一個建商在內湖區的建案 也爆出疑似因為施工導致下陷 位在台北市內湖區的基泰壁湖 周邊有住戶反應 人行道擠壓變形 棋樓跟建築物明顯下陷 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災戶 讓住戶心急如焚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趕緊幫幫忙 新人來來往往 不過低頭仔細看 人行道與棋樓落差也太大 棋樓與建築物明顯下陷 而且還不止這一側 家門口一片小斜坡 放個水瓶馬上往下滾 台北市內湖區 金船有建築物疑似鎮慢慢下沉 而且又是臨近基泰工地 民眾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家就在內湖區 基泰壁湖建地旁 人行道被擠到變形 高地有落差 拿出對比圖一看 過去平坦的人行道 正式施工一年多 卻變成這副模樣 齊樓往下凹陷 建築周圍一圈 也幾乎都出現小斜坡 雖然先前建商多次 鋪柏油想墊高下陷部分 不過一補再補 還是徒勞無功 柏油脫落 只會看到更深缺口 而住戶心急如焚 不禁要問自己的家到底有沒有問題 不只住家周邊的人行道被擠壓變形 就連外牆瓷磚收散也越來越頻繁 住戶懷疑這根基泰工程脫不了關係 就怕自己成了下一個受宅戶 基泰北市建案全面被勒令停工 但周邊住戶的權益誰來顧 相關單位恐怕要加緊腳步 處理眼前這道公安難題 記得彭文宇幫忙忘家 台北報導 台北市大殖民宅他縣 進入第三天回田工作 預計明天完成 能讓雙號住戶返家居住 但傾斜建物一共25戶 家園確定要被拆除 雖然市府安排好南港設宅安置 但受災戶痛批 釀貨的基泰建設高層 神隱至今都沒有出面道歉 在慰問金當中 竟然還夾雜著合作興建議項書 詢問要不要都更惡劣至極 基泰總經理原本承諾 中午會親自到場溝通協調 但最後卻關機失聯 讓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眼裡譴責 建商高層不敢負責 證交所也以沒在期限內 開眾訓記者會為由 對基泰開罰10萬元 特殊隊員架起梯子 進入琴邪道 他民宅評估物況 確保受災戶回家 拿貴重物品沒有違憲 外首持續進行回田作業 預估災損比較輕微的 雙號住戶 禮拜天就能返家居住 但他縣下沉 一共25戶民宅確定得要拆除 他給我們五萬塊錢 然後叫我們順便簽合蓋 我們怎麼不會那麼傻的啦 我們又不是乞丐 有很多人在講說 他是故意的 把他後面那一棟 給他弄倒的 才來才來才來談 連陰謀論都出來 因為釀貨的基泰建設高層 持續省影 派員每戶發放五萬未問金 中間竟然夾雜合作 新建異象書加沒了 還要受災戶一瓶換一瓶一起渡更 李四川也重話抨擊 因為原本跟基泰總經理約好 九號中午到場協調 最後竟然關機 搞失蹤 受災戶不滿 情緒高漲 下午指導基泰公司 但同樣吃了閉門梗 肯定是惡劣的 所有的過程裡面 就沒有看到這間公司的 任何一個人 今天我們就會書面 地狀假扣押 如果沒有扶其該負責任 你也休想在台北 去弄一個案子 難道是把市長的話 當耳邊瘋嗎 北市議員拿出影片爆料 基泰建設明明已經被 勒令全面停工 但內湖區域的基泰 壁湖工地 卻疑似繼續施工 有一個在掉的東西 他掉的東西就走了 可能還是在施工這樣 目前台北境檢署 已經以他自案介入偵辦 建商高層再怎麼躲 也躲不過後續就責 施工疏失 釀成無辜住戶 無家可歸 不論法律責任 還是天價賠償金 通通別想跑 建商的馮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持續關注這起建案施工 到底為什麼會造成工地 還有民宅塌陷 土木氣師指出 因為大直地區的土質 像是牙膏一樣鬆軟 土石擠壓連續壁導致歪斜 現在林洞民宅總共25戶 確定要拆除 出估光式房屋的重建成本 就要將近上億元 如果再加上都更重建 有專家認為費用可能會達到5.5億 而由於台北市規定開挖深度12米 就要進行審查 但是建商疑似為了要節省施工時間 還有成本 只開挖到11.95米 也被其他的土木技師批評 因為省錢釀貨根本是影響失大 施工現場慘不忍睹 大直建案疑似施工不當 造成林房歪斜塌陷 大地工程技師工會理事長施智鴻分析 因為連續必遭松軟土石往內擠 造成中間裝隆起 水分殺石全滲入 結構支撐不住 造成事故難測 林房下陷往外倒塌 土木技師工會理事長鴻啟的分析 通常連續必失作應該達到岩層 但由於大直地區土質較軟 到不了岩層 開挖深度也應達到28名 比較保險 地質改良樁是會做成一根一根 像岩柱形的嘛 那我們排列會是一個 對差交叉的排列 這個方式很像梅花 所以我們會稱呼它是梅花 改良樁的效果並沒有發揮 林市長解釋也可採取逆打工法 意思是連續必架設完成 安裝機樁及逆打剛柱後 先進行一樓結構施作 再進行地下一樓結構施作 挖一層施作一層 如此以來可縮短工期 也比較安全但成本較高 13579這一排 下限的深度已經超過兩三年 像這種房子一般來講 建議直接就是拆除 事故現場總共25戶塌陷 將面臨拆除 土木即是出估 光是房屋的重建費用 就要將近上億元 耗時最少五年 若再加上周邊地區都市規劃重建 其他專家預估 空要價5.5億元 另一方面 台北市只要開挖深達12米 就必須審查結構 這回建商僅開挖11.95米 少了0.05米 被懷疑就是走巧門 台北市規定結構外審 建商設計師需提供 結構計畫書等資料 給約3到5名技師審查 耗時約1到3個月 費用約15到20萬元 技師認為審查費用並非重點 而是若被要求修改設計 恐增加施工時間和成本 你現在碰到這麼大的問題 你這個結構技師 搞不好你的執照會被處分 受審戶可能會對你做民事求償 比較那個結構外審起來 比起來是這個是太複雜困難很多 大地工程濟市工會理事長施智宏 也提出警告 不只大直是軟弱地質 北投也有相同軟爛地層 尤其是黃溪的南邊天母 都是要注意的地區 這回施工導致民宅搭建 200多戶無家可歸 後續賠償和重建 還有漫漫長路 這台北綜合報導 基態大直建案 釀成嚴重的公安事故 剛好買到建案預售物的 網紅威爺就成立了屋主自救會 並且曝光了基態建設 給買方的回應 表示復工具體時程 目前還無法告知 但如果想解約 可能也沒有這麼容易 房仲業者透露 除非建商違反建材 廠牌等規定 或者是完工日不如預期等 才符合解約條件 否則毀約最高要賠上 百分之十五的違約金 施工不慎 釀成林宅 嚴重塌陷的新建案 基態大直 現在也讓預售屋的買家 憂心重重 網紅威爺在臉書間接證實 自己買的就是 基態大直的預售屋 如今也在了解 能否終止合約 他跟帶頭成立屋主自救會 約有10名屋主 已經私訊聯繫 至於先前幫他 殺價買房的作家 吳淡如也發長文感嘆 買房子就是貨福相宜 本來想幫人家 現在好像有點害了他 但如果想就此解約 恐怕沒這麼容易 這幾乎是等到房子 交好了之後 跟原本的權狀登記有落差 當初你給我A品牌 後來換B品牌這種 攤開解約三條件 包含建商違反了建材 廠牌等規定 或是開工完工日不如預期 而違反瑕疵擔保責任 規定也在此限 否則毀約最高得賠上 總價15%的違約金 尤其平均地權條例 新法上路 賣在7月1號之後的屋主 還不能轉售 但看看機胎大值 給買方的回應 復工信息跟相關配套 牽涉到零房協調 還沒辦法告知具體時程 而如果建商因此延遲交屋 每晚一天就得支付買方 繳付金額的萬分之五利息 要是完工日的三個月之後 還沒交屋 買方才能解約 受災戶願意交由機胎建設 來蓋房子的話 打掉之後我可以蓋 十幾二十幾層樓高之類的 這個民意他希望就是賺到 後面的這個都更利益 起碼他可以做到損益兩平 房仲業者也點出 如今機胎建設 只能急著找受災戶 接受都更實現正負相抵 購買預售屋原本就有風險 如今節約不成 只盼建商不要倒閉 成了爛尾樓 繼續綜合報告